九合一大選過後 朝野與社會大眾針對修憲 是要朝向內閣制 還是總統制提出不同看法 立法院國民黨團10號舉辦 修憲朝向責任內閣制 或准內閣制必要性公聽會 邀集學者專家 青年代表 共同針對現行雙首長制 與修憲朝向內閣制 可能辦法與困境進行探討 現在的這個內閣早該換掉了 為什麼民進黨不敢動 國民黨也不敢動 問題出在我們選舉制度 怕倒閣了以後他就選不回來 這一次的選舉是花很多錢進去的 九千元修憲裡面 其中非常重要的一塊 就是總統任命行政院長 不需要經過立法院的這一個同意 不是大多數人不服眾望的人 來出任的話 那他將來在立法院 這一個施政的結果 不但他個人很難 這一個順利的推動 要貫徹總統的意志也很困難 我們這個修憲委會成立之後 我們完全按照我們的內規 將來會有這樣的類似公聽會的方式 讓所有的民眾都參與 與會學者認為 台灣現行憲政體系 造成總統有權無責 行政院長有責無權的現象 普遍支持內閣制 也認為行政院長的任命權 必須經過立法院同意 才能落實內閣制反映民意的精神 而多個民間團體共同發起的 全國憲改聯盟也在同一天 舉行啟動記者會 展現公民參與修憲的決心 全國憲改聯盟提出四大訴求 呼籲政府520前召開全國憲政會議 並廣正限改提案清單 擴大各界參與建構限改平臺 最後要求各政黨總統及立委候選人承諾支持修憲公投 希望民間版的限改提案列入立法院修憲委員會 人民如果沒有把它修改的適合現在當時的這個社會政治的條件的話 那這不憲法啦等於就是放縱這些政黨放縱這些政客 像朱立倫他說要修憲我們就要看他是不是完真的 完真的這個內閣制或總統制以後再說人民要修憲這是真的 太陽花學運還有去年的九而一的地方選舉大選 國民黨的大敗慘敗其實啟動了台灣的所謂的修憲的時刻 全國憲改聯盟表示將啟動憲改給問嗎網站平台 向全國廣正憲改提案清單呼籲公民拋開政黨議事 共同推動修改不合乎情力的老舊憲法 讓符合民意的憲法具備真正約束政府的力量 記者綜合報導